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中方始终认为 抗击疫情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疫苗研发和生产大国 特别是有关的发达国家 并切实担起责任 并替疫苗民族主义 将对外提供疫苗承诺 尽快落到实处 以实际行动提升新冠疫苗 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助力全球早日战胜疫情 中方切实履行习近平主席 关于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宣誓 已向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超过15亿剂的疫苗 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 并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捐赠1美元的基础上 再向发展中国家 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 中方将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 坚决反对疫苗民族主义 继续为推动疫苗公平分配 做出中国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召唤